快过年了 大家都在回家的途中 或者是旅游的途中 人在旅途 对于财务安全要格外的重视 有些朋友觉得呀 相比较于飞 相比较于这个火车 汽车 飞机上要相对安全一些 其实未必 有些不法分子 恰恰是利用了人们这种懈怠心理 在飞机上 他也不客气 这趟航班从北京开往大连 从警方拍摄的画面中 我们看到旅客们都在登机 一名男子却突然站了起来 他从行李舱里拿出一个包 坐在座位上翻了起来 不过这名男子的表情 细小的动作却泄露了他的真实动机 原来男子拿下来的包并不是自己的 他拿着这个包翻了大约三分钟 现在开始你看我们的这个 传播人员已经开始 关闭这个行李舱的舱门 他也着急了 赶快就把这个行李 赶快放上 那这名犯罪嫌疑人呢 当时因为这个旅客把现金啊 都放到了身上 所以他没有偷到现金 在记录下整个作案过程后 便宜民警当场将他抓获 而直到这个时候 受害人还不知道自己被小偷给盯上了 而这名犯罪嫌疑人 此前曾在另一架航班上 用同样的方法偷得了5000元现金 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一般选择中短途航班 坐在靠走道的座位上 当乘客登机时 他会观察旅客放行李箱的位置 寻找将包放在视线以外的乘客下手 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需要注意和警惕的 跟坐火车汽车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把行李一股脑的全部去托运 贵重的财物要随身携带 而且要放在很方便能看到的地方 如果万一在飞机上 你发生了失窃的事件 第一时间报警 这样有利于破案